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踏入星期三凌晨之后 仍未实施易通行的西税和东税 会短暂截停车楼5分钟 给收费系统更新 之后私家车过西税 会由75元减至到60元 而东税就会由25元加至到30元 至于洪水因为已经有易通行 星期三零时零分开始 私家车就会由20元加至到30元 至于的士 无论有没有载客 经任何一条隧道过海 全日都或一收25元 其他车两过海收费就维持不便 另外礼拜日凌晨5点钟开始 西税将会实施易通行 礼拜六夜晚10点钟开始 西税附近道路会临时改道 而礼拜日凌晨4点至5点 西税来会将全线封闭1个钟 西贡牛美洲对开发现瓊鱼尸体 他了解警方和预护处初步相信 他是早前出没的布士庆 还会安排等船移送至万宜水库西坡解剖 调查死因 鲸鱼白色的土潮天 背面至少有两个怀疑伤口 有组织衣服在鲸身随水飘浮 鲸鱼随着海浪浮在牛美洲南边的水域 有人早早发现鲸鱼在牛美洲海域出没之后死了 警方说早早近11点接报 水警到场防止其他的船洗近 御护处人员之后也都前往调查 社交媒体就有贴文 怀疑鲼鱼尸体是早前在西贡一带水域出没的布士庆 近日有不少人曾经租船出海近距离观庆 那些人呼吁没有去就没有了 问都不去的了 当然是可惜了 那么稀有动物搞到这样 那些人就每个去报 每个去摆上网 每个都去看 其实这个海什么都有的了 我觉得你无谓要去报 你一报了之后 每个人又去看 又补船又成这样 搞到污烟瘴气 背骑受了伤 它硬不久 因为水太热 这地方是30度水 如果那种更快游回大海 它真的必死的 一条估计长大约7米的布士庆 今个月中开始在西贡牛尾海出没 有报道说 鲸鱼近日背部有伤口 漁护处曾经说并非近期受伤所致 布士庆仍然有能力吃饰和游动 未有患病或者割潜的行为表现 无需救治或者介入 政府官员和保育组织等 都曾经呼吁市民 不应该搭船出海追情 以免危及他的生命 无线电视记者李卓轻报道 新日期居屋九千几个单位 以市价六二截出售 即日起接受申请 不少市民去到落库防委会居屋中心 领取和递交申请表 今期居屋有六个项目 三个在观塘 分别是安营院 安华院 和安历院 而另外三个是启德 启月院 屯门 元兆翠苑 和元朗 郎天苑 合共提供九千几个单位 实用面积是278至518平方尺 以市价六二截发售 由149万到494万 市区的单位比较受欢迎 有市民就说 虽然楼价下跌 但是不会影响秋居屋的意欲 始终私楼都是太贵 房委会都会重售50个 因为买卖协议撤销而收回的居屋单位 分别位于鑽石山、马安山、东葱 和沙田四个屋苑 下个月14号夜晚截止 预计今年第四季会进行绞珠 无线电视记者黄熙文报道 国家法改委公布一体列刺激消费措施 包括优化汽车行救措施 全面落实大新优价制度 以及延长景区开放时间等等 合共20条家促进消费措施 包括要稳定汽车等大宗商品消费 不可以新增汽车限救措施 鼓励已旧车换新车计划 不得对非本地生产的汽车实施歧视性政策 增加城市车位供应 改善人员密集场所的停车条件 并扩大新能源汽车消费 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量救治税减免政策 推动降低新能源汽车用电成本 又在日常民生方面要求全面落实大新优价制度 鼓励分批优价 弹性作息 促进界的消费 鼓励景区制定门票减免 淡季免费开放等的政策 引渡博物馆等延长开放 增加戏剧节 演唱会等大型活动 同时优化消费环境 合理优化小颜消费信贷 和信用卡利率还款期限 其余措施还包括支持各地举办美食节 推动特色产品进成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推广绿色消费等等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宁报道 北京市暴雨引发灾情 其中门头构区灾情最严重 多架车被水冲走 有多人被困 最少造成两个人死亡 目前5000人已经疏散 片段见到 门头构区河水暴涨水流好急 河水更加涌至马路上面 往上片段见到 有路面完全被河水淹没 多架车被冲走 地势较低的中门至南路 水浸情况更加严重 北京市发布洪水红色预警 当地气象部门说 由上个礼拜六晚 至到今日下午1点 北京地区平均降雨量超过176毫米 其中防山区和门头构区 降雨量更加超过300毫米 门头构山区已经紧急疏散5000人 南韩热浪持续 过去周末有最少17人 因高温引发的疾病丧生 大部分是长者 南韩全国礼拜日 普遍绿德涉事33度或以上 其中首射等地气温达到35度 南韩气象部门向京基道 和上庆南道发出热浪警报 多地农民怀疑中暑死亡 其中上庆北道周末两天 有七个长者在慕农期间 遇到死亡 纵称南道一个死亡的 九十多岁农民 被发现的时候 体温高达摄氏41度 另外有五个人 在海滩和山间避暑的时候 愿意死亡 气象部门预计 浩热天气今个礼拜将会持续 呼吁民众提防中暑 先有食物铲 镜头回来有其他消息 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放缓 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 按年升1.5%差过市场预期 按季更加下跌1.3% 当中市人消费开支按年升幅 由第一季的1.3%放缓至8.5% 政府消费开支也由升转跌 第二季按年下跌9.6% 来自外部的商品需求仍然疲弱 整体货物出口继续大跌 货物进出口总额 都录得双位数的跌幅 按年分别下跌大约1.6%和1.5% 至于反映外商投资的 本地固定资本形成组额 亦都扭转上季升势 按年下跌1.5% 展望未来 政府说随着运力和接待能力背负 访港旅客人数会进一步增加 访港旅游业和私人消费 在今年余下时间 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独力 恒生指数收视系报 2078点升162点 总成交超过 1825亿 最会有港股收市价 腾讯通股升4元 营赋基金升1.2% 恒生中国企业升9号 阿里巴巴升1.6% 美团升3.9% 南方恒生科技升8.4% 快手升1.7.5% 小鹏汽车升1.6% 香港交易所升1.6% 京东集团升6.4% 看其他主要蓝筹股表现 汇丰控股升4号 邮邦保险跌5.5% 中国移动跌9号 香港交易所升1.6% 香港中华煤气跌一线 恒生科技指数报 4549点升83点 留守股市 伦敦富士100指数跌1点 巴黎Cat指数升34点 德国Dex指数升22点 研究中国和香港经济超过35年 香港总商会总裁能少计划 内地经济崛起 香港在过程中角色不断转变 并且相信未来会进一步融合 作为一个国际商贸 是帮助中国制造的产品 是营销全球的 香港就是做着这个所谓贸易员 或者中间人的角色 来提供这个服务 在未来来说 因为那个市场的焦点 就是在中国本身内地 所以香港作为一个中间人的做法 亦都是那个方向 变了一个反向 就是怎样可以带动 外面的产品 或者服务 是销售到中国 80年代开展经济私生涯 梁小基亲历内地经济 不同阶段的发展 形容内地这几十年以来 摸着石头过河 成功探索出自己的路径 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香港在过程之中 角色不断转变 也都不可以取代 中国现在的阶段发展去到 已经是一个消费的大角 你用消费来到去拉动经济 内地的财富积聚已经是相当庞大 香港也都转移它的角色 就是替代帮他们管理财富 所以你看到中港融合方面 是一个动态的 有不同的方向 但是那个环节里面 配合都是相当满满紧扣 而在两地来说都是互相得益 中国要有赖 香港有一个国际的金融中心 所以香港在每个阶段 都着实为中国的开放 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提出不同的贡献 梁兆基形容中港融合的过程 发挥了庞大的经济能量释放 是经济学科一个好例子 无线电视记者吴嘉宜报道 其他消息 12岁男童周围棄案 内地的妈妈被控若疑堤堂 获准保释9月再上 37岁被告法庭以CJJ为代号 获准保释之后离开九龙城裁判法院 请问有没有安排叫儿子 有没有后悔放下儿子吗 他获准以现金5000元保释 需要交出旅游证件 不准来说 和每个星期到警署报道两次 被告是在星期六晚 搭高铁来香港之后被警方拘捕 朝早由警车押送提堂 被控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 虐待或忽略罪 控罪说 他对化名X的12岁儿童 负有管养、看管或者照顾责任 7月21日在广华医院急证室 故意虐待或者忽略该儿童 而方式相当可能导致该儿童 受到不必要苦楚 被告暂时无需答辩 等待控方索取法律意见 主任裁判官苏文龙 押后到9月11日再信 无线电视记者林俊谦不道 一个男社公违反警员起底的禁制令 被判监禁21日 换刑一年 案情指36岁答辩人李柏鸭 2020年6月 在社交平台公开2019年 西湾可开窗警员的名 以及分享法庭颁布相关匿名令的报道 违反法庭的禁制令和匿名令 律政司代表说 被告是故意挑战法庭权力 公然了事法庭和挑战法治 建议判处以阅计的监禁式刑罚 但辩方说李柏鸭不知道禁令详情 又与警方合作 并且即时删除贴文 高等法院法官高浩文经考虑之后 判他判监禁21日门刑一年 并且需要向律政司支付纵费5万元 俄罗斯指控乌克兰无人机 企图袭击首都莫斯波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 战事正回到俄罗斯国土上 说这是必然过程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 梅德韦杰夫就说 如果乌克兰拿走俄罗斯土地 俄方将被逼动用核武 俄罗斯南部城市塔金罗格附近 有民众拍片 说星期日晚发现一架 墜毁的无人机 有车和民房受损 两日前俄方曾经说 在同一城市击落一架无人机 首都莫斯科也都成为无人机攻击的目标 俄罗斯国防部星期日说 三架企图袭击莫斯科的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 其中一架在莫斯科州上空 被防空系统击毁 另外两架被电子干扰之后失控 聚落莫斯科的商业区 袭击造成一个人受伤 两座板工大楼外墙轻微受损 美联社报道 这次已经是莫斯科地区一星期内第三次遇袭 乌克兰当局未有承认发动袭击 总统扎连斯基就指出 乌方正逐渐增强抵御俄军攻击的实力 战事证翻回俄罗斯国土之上 这是无可避免自然和绝对公平的进程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 就在社交平台发文 说若果乌克兰在北约支持下成功反攻 夺走俄罗斯的土地 俄方将别无选择要动用核武 至于曾经协助俄方进攻乌克兰的 雇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 在6月兵变失败之后 部分成员部署在白俄罗斯 令白俄和伦国的紧张关系加剧 其中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说 最近在白俄的大约100个雅格纳成员 正移向波兰边境 说他们可能会偽装成非法移民 试图渗透波兰 同为白俄伦国的立陶宛 内政部副部长透露 立陶宛和波兰正考虑关闭 接让白俄罗斯的边境 防范雅格纳集团渗入 无线的刺激者梁明山报导 中国和格鲁根亚 发表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成都 会见格鲁根亚总理加里巴什维利 两国礼拜一发表联合声明 提到在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 复杂演变的背景下 双方一致同意共同致力于 托展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合作 加强国际事务协作 继续深化两国关系 格方欢迎中方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双方将加强政策协调 和发展规划对接 格方也都支持中方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 愿意在倡议框架下加强交流合作 共同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 大家好,我是林可盈 西贡牛美洲对开发现瓊鱼尸体 据了解,警方和预护处初步相信 是早前出没的布施瓊 将会安排等船将尸体移到去 曼仪水赴西坝解剖,调查死因 瓊鱼向左打侧,在牛美洲南边水域飘浮 由半空清楚看到,部分的身体露出水面 背部至少有两个怀疑伤口 有组织衣服在瓊身,随着海浪飘浮 有人早早发现瓊鱼在牛美洲海域出没 打側游水之后,警方去到早早近11点 就接到报告,说发现瓊鱼死了 水警轮到场防止其他船离近 业务署人员之后也来到调查 这条鲸鱼原本就在牛美洲近岸发现 不过随着水流影响,一直飘回海中心 社交媒体就有贴闻怀疑 死了的鲸鱼是早前在西贡一带水域出没的布施鲸 近日有不少人曾经租船出海,近距离观鲸 那些人呼吁没有去,没有了,问都不去 当然可惜,这么稀有动物搞成这样 那些人就每个人去报,每个人去放上网 每个人去,每个人都去看 其实这个海什么都有,对不对 我觉得你无谓要去报 你一报了之后,每个人去看 又乘船,搞到污烟瘴 7月中在西贡牛美海出没的鲸鱼 估计是长大约7米的布施鲸 近日背部有伤口 鱼户处曾经说不是近期受伤所致 布施鲸仍然有能力进食和游动 没有患病和觉醒的行为表现 无需救治或者隔入 政府官员和保育组织等等 都曾经呼吁市民不应该 搭船出海追击,以免危及他的生命 母线电视记者吴嘉軒 西瑞专营权星期三零时戒门 政府收回西瑞之后 同时在三条海底隧道 实施633收费封银 踏入星期三凌晨之后 仍然未实施易通行的西瑞和东瑞 会短暂折停车流五分钟 给收费系统更新 之后私家车过西瑞 会由75元减到60元 冬瑞就会由25元加到30元 至于红瑞因为已经有意通行 星期三零时零分开始 私家车就会由20元加到30元 至于的士,无论有没有载客 经任何一条隧道过海 全日都是或一收25元 其他车辆过海收费就维持不变 另外星期日凌晨5点开始 西瑞将会实施易通行 星期六夜晚10点开始 西瑞附近的道路会临时改道 而星期日凌晨4点到5点 西瑞来回将会全线封闭一个小时 新一期居屋9000多个单位 以市价6月折出售 即日开始接受申请 不少市民去到乐副房委会居屋中心 领取和递交申请表 今期居屋有6个项目 3个在观塘 分别是安营院、安华院和安丽院 而另外3个是启德、启月院 屯门、兆趣院和元朗、郎天院 合共提供9000多个单位 实用面积是278至518平方尺 以市价6月折发售 由149万去到494万 市区的单位比较受欢迎 有市民就说 虽然楼价下跌 但是不会影响秋居屋的意欲 始终私楼都是太贵 私人房屋没有考虑 那为什么 因为比较贵 跌是一个势头 但是跌到怎么停到呢 它没理由真的跌到 就是要停工不起楼 反正都是要找个斗的嘛 要找到一个斗才有个安乐窩嘛 房委会都会重售50个 因为买卖协议撤销而收回的居屋单位 当中私人消费开支按年升幅 由第一季的1成3放换到部分之8.5 政府开支也都由升转跌 第二季按年下跌部分之9.6 来自外部的商品需求仍然疲弱 整体货物出口继续大跌 货物进出口总额都是录得双位数跌幅 按年分别下跌大约1成6和1成半 至于反映外商投资的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也都扭转上季升势 按年下跌部分之1 指望未来 政府说随着运力和接待能力恢复 访港旅客人数会进一步增加 访港旅游业和私人消费 在今年剩下的时间 仍然是经济增长主要动力 行政长官李家超定在10月25日发表施政报告 即日展开公众自信 这份是李家超任来第二份施政报告 他说政府团队一直聆听市民的声音 以具体措施提升治理水平 未来会继续务实工作 充分发挥背靠祖国 联通世界的优势 为香港谋取更大的发展机遇 政府将会举办超过30场咨询会 订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 市民即日开始 亦都可以到施政报告网站 Facebook专页 或者以电邮等提交意见 国家法改委公布一系列刺激消费措施 包括优化汽车限救措施 全面落实带新优格制度 和延长景区开放的时间等等 合共20条的促进消费措施 包括要稳定汽车等大中商品消费 不可以新增汽车限救措施 鼓励已旧车换新车计划 不得对非本地生产的汽车实施歧视性政策 增加城市车位供应 改善人员密集场所的停车条件 并扩大新能源汽车消费 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量救治税减免政策 推动降低新能源汽车用电成本 又在日常民生方面 要求全面落实大新优格制度 鼓励分批优格 弹性作息 速进价的消费 鼓励警区制定门票减免 淡季免费开放等的政策 引渡博物馆等延长开放 增加戏剧节 演唱会等大型活动 同时优化消费环境 合理优化小颜消费信贷 同信用卡利率 还款期限 其余措施还包括支持各地举办美食节 推动特色产品进程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推广绿色消费等等 无线电视机者 曹家宁报道 北京事报与引发灾情 其中门头构区灾情最严重 多架车被水冲走 有多人被困 至少造成两个人死亡 目前五千人已经疏散 片段见到门头构区河水暴涨 水流好急 河水更加是涌到马路上面 望上片段见到 有路面完全被河水淹没 多架车被冲走 地势较低的中门子南路水浸情况更加严重 北京市发布洪水红色预警 当地气象部门说 由上星期六晚去到今天下午1点 北京地区平均降雨量超过176毫米 其中防山区和门头构区 降雨量更加是超过300毫米 门头构山区已经紧急疏散5千人 强台风卡路迫近 日本冲城和烟尾大岛一带航空交通受到影响 大约400班机随少 风暴卡路迫近 烟尾大岛沿岸海域出现巨浪 卡路的中心风速达到每小时144公里 预料将会为冲城和烟尾大岛24小时内 带来100至150毫米雨量 冲城那巴市早早开始有强风大雨 当局又警告 风暴加上涨潮 呼吁当地民众留意山泥倾舍 以及低窝地区水浸的风险 在风暴迫近之下 截至星期一下午 有400班来往冲城那巴机场的航班取消 大约5万人受到影响 卡路正是以每小时十几公里的速度 往西北方向移动 并且继续增强 预料会在星期二最接近冲城一带 无线电视记者叶方宏布导 有时一会儿 稍后回到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大埔龙美川瑟斯案 六个被告在九龙城裁判法院再次提堂 继续无需答辩 案件后到10月11日再讯 其中三个被告被控谋杀 包括蔡天坊前夫 28岁的邝港智 邝港智31岁哥哥 任职蔡天坊司机的邝港杰 以及两兄弟的爸爸 65岁的邝球 至于邝港智63岁妈妈李瑞亨 被控妨碍司法公正 这个人需要继续还押 而同案另外两个被告 邝港智女友人 29岁的潘考研 以及报清任职租任游艇公司 41岁哥林顺 被控协助邝港智潜逃 继续获准保释 案件后到10月11日 以待警方进一步调查 12岁南童被违弃案 内地妈妈被控约颐提堂 获准保释 9月再讯 37岁被告 法庭以CJJ为代号 获准保释之后 离开九龙城裁判法院 请问我们安排这儿 他获准以现金五千元保释 需要交出旅游证件 不准来说 以及每个星期 到警署报导两次 被告是在星期六晚 搭高铁来香港之后 被警方拘捕 朝早由警车压送提堂 被控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 虐待或忽略罪 控罪说 他对化名X的12岁儿童 附有管养 看管或者照顾责任 7月21日在广华医院急证室 故意虐待或者忽略该儿童 而方式 相当可能导致该儿童受到不必要苦楚 被告暂时无需答辩 等待控方索取法律意见 主任裁判官苏文龙 押后到9月11日再讯 无线电视机者林准天 里面 离之各收押所有在囚人士 头部不舒服 经院所医生检查和诊治之后 转介到公立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理 施集者并没有受讯 承教处说已经转交警方调查 涉事的再囚男人 今个月因为管有攻击性武器罪而被还压 原名Twitter的社交平台X 位于美国三藩市总部大楼上面 安装了新的招牌 但是它发出的强光 引发附近居民不满 由美国三藩市一栋大厦住户拍的片看到 近日夜晚不时有残眼强光从窗口照入屋 这些光还会很快地斩下斩下 有大厦居民说起初以为是闪电 后来才知道这些光来自大厦对面 社交平台Twitter总部大楼顶层的新招牌 Twitter改名做X之后 总部大楼上星期开始施工 除了拆除悬挂在总部的蓝料标志 和Twitter字样 还安装和公司新商标一样的巨型X标志 决定更改商标的公司老板马斯克 也是社交平台分享标志 在夜晚闪闪生辉的片段 似乎对他很满意 不过就被附近的居民批评 这些灯光相当扰门 有居民在社交平台X发文 叫人试想象他就在睡房对面 说这样令人很生气 也有用户批评 这个标志在夜晚发光的设计 是没有考虑过任何人的感受 路透社报道 三藩市建筑检查部门 也对这个新招牌展开调查 说他可能违反许可规定 无线事记者梁永山报导 优优独播室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